夏天的腳步將近囉 你們想知道花木蘭是怎麼樣練就它的馬甲線嗎 首先我們要準備這個後筆 它大概有五雙馬兵前的重量喔 所以可以增加你的肌肉力度 現在請跟我一樣這樣做吧 第一招木蘭騎馬式 第二招奔跑吧木蘭 第三招木蘭去爬山 第四招交接的木蘭 你們以為包木蘭是練以上的動作才有馬甲線的嗎 錯 第四招交接的木蘭 第四招交接的木蘭 第四招交接